我的儿子当然是善良的啊 不管他做的什么啦 我只请教一件事情 他伤害过谁啦 如果我儿子有伤害到谁 我跟全台湾人道歉 跪下来道歉 我把欺负自杀我都可以 其实我今天真的很想跟一些声明讲说 当你们在讲说我家家不好 那我丢脸丢到全世界去了 我想请问这些声明 当你的爸妈知道你 不敢用你的真实的名字跟面貌 跟我们面对面的讨论 他会不会觉得也很丢脸啊 至少我儿子觉得不是妈宝 我也不是特宠孩子的人 我们家是有家教的 很多的名嘴 讲说什么我把儿子宠到我变态了 我真的想说他们是在讲我吗 我跟他们又不熟 哪来的底气讲我们 为了那么一点点的通告费 每天去照口业 其实我没有生他们的气了 我就觉得他们好可怜 因为他们只能靠我赚钱 我的儿子当然是善良的啊 他没有心机 不管他做的什么啦 我只请教一件事情 他伤害过谁啦 我就很强调这句话 只要他有伤害过 哪一个人你站出来 我跪下来跟你们道歉 我跪下来跟你们道歉 但他有吗 没有啊 但是他是不是被大家骂惨了 全台湾人的酸民们 你骂我儿子 我不知道你是有什么的底气来骂我儿子 他到底伤了你什么嘛 他都伤害他自己 这跟天下父母亲没有关系 如果我儿子有错 到最后还是判无罪 他就是因为倒霉是我们的儿子 不然他什么事也没有 他还跟我玩笑 怎么会有事呢 在台湾怎么会有事呢 所以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说 他本来就很善良 他带着跟我说 妈妈我都觉得如果不是你的儿子 我也没有伤害人 我什么事也没有 我说对 都我的错 千错万错 都我的错 就错在你不应该是敌一生的儿子 我跟我儿子认错 有事你就把他关起来啊 那他没事你干嘛把事情弄那么大 好像他是一个什么杀人罪犯 或者是做间犯跟我怎么了 我相信老天人都在看啊 如果我儿子有伤害到谁犯法 我跟全台湾人道歉 对下来道歉 我把欺负自杀我都可以